你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箭头的选项 箭头主要是在这一个 我们把这个选这个来看一下 比如说给一个叫ABC的辨数 我们开始 我们把这个view fit to screen 比较大一点 把它倒200 这样这个 对不起 移动一下 为了方便显示 OK,那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边按一下这个右键 键头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有一个叫Denade Mark 我们看一下 它变成没有箭头 但你要修改它要按在这边 没有这边有箭头 Hellowhead 那你也可以同时两个都有 OK,那这边如果你要改变颜色的话 按这个Color OK,好 另外你可能有需要这个改变一下 你这边的线 你目前是这样 那你可以改成单线的 这个也可以 这个不要 这个是没办法把它做弯曲的 因为这没有看 那可以虚线也可以 或者是这个 出现这个都可以 OK 那你可能还有一个需要 就是说你可能有需要一个方向性 我们这边 比如说弄的加在这里面 那这边就有一个加 OK 那加你当然可以 你想要改变它的字型 大小 那我们这边 为了要教学 我们把它弄得夸张一点 那就24 的字型 这个地方 OK 那你可以换一下 就outside这个地方 那这个位置就随便你怎么摆的 好 那这个箭头的选项有这一些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如果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个箭头的选项 是有的 因为我们这边 从这里来看一下 按这一个 按右键 我们这边Allowhead 我们把它加进来 我们看 所以这边有时候双向的一个箭头 就是这样去设定 这个 恢复到 这一个 不要有 纯黑色的 那这边有时候看到 为什么就是箭头有两个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那这边我们可以设定一些颜色 就是这个 这一个shaped color 对 背景的颜色射起来就很恐怖了 你整个都会是绿色 OK 我们还是不要搞这个 好了 那我们继续把它看一下 在这个A楼悬项里面还有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刚才有极性 如果你是负的话 那我们自己把它弄大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要教学 36 那这边就一个负的这个 这一个的符号 那这个只是标识而已 那方程式 是你自己在这里面 你还是要自己去 特别的这个设定才算数 然后 我们再继续把这个看一下 如果你是想要用这个S的话 那也可以 那比如说O也可以 那如果你想要的 是其他的怎么办 自己打 OK 比如说你要打一个某某一个字 比如说 我们打一个信号 那也可以 那你就信号 那位置 你可以自己去定 在这边 你的这个位置 你定在哪里 你定在LHat 你也可以 那就跑来这里 那这一个 在箭头的注释的所有选 选择的项目 大概全部是这样子 谢谢您的观赏 全节科技 谢谢您再见 再见